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耀鱼跟古力他们是属于同一年代的棋手 然后平时的关系也非常的要好 对此应该也是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他们俩之间的战绩 在我印象里还是应该鼓励要略战上风一些 然后最近呢 因为现在90后的这个小朋友们都冲击的非常猛 然后像他们 他们两个呢最近在世界大赛上的交手也变得非常的少 然后这次他们俩能都能杀进16强呢 其实已经是很不错了 然后这一次就是这个同事操戈吧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后黑棋胡耀鱼呢 他选择了中国流的开局 至于中国流在现在的围棋大赛上呢 就是非常的常见了 大概很多人至少有一半的人以上吧 都喜欢用中国流来开局 然后对于中国流呢 现在下法有非常多种 在一开始呢 这部挂应该是非常最常见的一种变化 然后黑棋手 摆着拆二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变化 然后再往再早一点呢 黑棋也有非这个的变化 白的贴 黑的扳 白的管 黑的退 扳 长 贴 长 贴 长 然后 这种 或者这种 这都是 可以下的 这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变化 但是这样的话 因为 大家觉得黑棋偏于一方 所以说 不是很满意 所以现在 就没有费这个的 然后白的 如果说 想避免 简单的手段的话呢 以前也有这样的下法 这样就比较 中和一点 这样黑棋只有挑这个 然后它再拆回来 这个和这个相比呢 就是实地略有损失 但是它对中辅的控制呢 要比那个要好一些 然后 还有 像实战鼓励这种手脚 但是最常见的 现在的变化呢 其实是这部挂脚 这部挂脚呢 在韩国棋战中 基本上 十盘都有 七盘都是这样出现的 然后黑的跳 黑的白棋点脚 这以往的 定是都是飞这个 但是 现在的棋要 更积极 所以说 现在都选择点脚 黑的挡 白的扳 黑的如果说 拐这个的话呢 那是不满意的 白的就火 黑的挡 黑的沾 这样的棋等于什么呢 等于白的飞一个 黑的 大概是 会选择尖这个 白的拆尔的一个定式 如果说不选择尖的话 就算将来白的尖 黑的也可以脱纤 但是黑的还是硬了一个 硬了一个 等于说白被 白棋这尖到了一下 就等于飞的时候 你不走 然后我尖 你就挡住 那白的自然没有 不满的地方 而且你这几一个也是 很俗的 这几个交换 是没有任何便宜的 所以说 像成这样的话呢 是白棋非常满意的 一个局面 所以说 现在黑棋肯定是要扳下去 扳下去 白的有两种下法 一个粘 也有虎 如果虎的话呢 可以的打 白的粘 可以的粘 这样的话呢 白的虎 虎的好处 是可以多伸一路 对于这边的 潜力的破坏呢 是比较好的 但是由于黑的 多了打吃这个子呢 这边这个子的活力 就失去很多 所以说 黑的加到这个 也是可以满意的 所以白的虎一个呢 是比较少见 一般上 一般都是 还是粘上 然后飞 如果这时候 黑棋还是加呢 白的再把这个飞出来 那这边 对破坏呢 基本上就是 非常大的 而且这将来 这地方 白的一加呢 由于没有这个子的帮助 这一加 黑棋想吃到白的 这个也非常难 想攻击到也很难了 其实 所以说黑的不能加这个 一定要把这个靠住 因为靠住的脚上 白鞋还是没有近活的 所以这部靠呢 是非常大 粘 加 现在呢 黑的又有两种下法 一呢 立这个 立的话呢 白棋只有粘住 然后黑棋跳 白的拆边 这是非常 也是下过很多的一个变化 然后韩国棋战中呢 也非常常见 如果为什么白棋要粘上呢 如果说你直接拆边 黑棋这一般 你脚上呢 是死棋 是静死 白的挡 黑的冲 白的只有粘上 黑的一点 白的要想做活 只有顶在这 顶在这呢 大家注意 这时候呢 如果说黑棋单纯的一拐 白的一挡 那这棋就无法进杀了 不管你是 顶一个 还是扑一个 都会形成打结 打结的变化 所以说这其中 黑棋肯定要单顶 单顶 再一看 好像白的一挡 这眼很大啊 但是 挡我给打吃 你提掉 一扳 大家仔细看的话 这脚上呢 将会形成一个盘旗 屈四的形状 白的想做活 是做活不了的 因为这地方 将来黑的 这有紫了之后 一个一个提过去 白棋是不行的 所以说 白的想做活 只有打吃 但打吃 其实黑的脱鲜呢 白的还是死的 因为这将来 我这有紫 这将来我一粘 我是先手提结 就将来 我这有紫了的话 因为你这边 跑出去 是没有意义的 早晚都会被我提回来 然后将来 这有紫了 白的提 黑的提 然后将来 就沾上之后 看似这是一个双活 如果说在平常的话 这是双活 但是在脚上 它有它的特殊性 这一沾 然后一吃 白的这有提掉 然后再一拖 这种屈四的形状 看上去死了 看上去活了 但是由于脚上 这一拖 白的扑 也得提 就形成黑旗仙手结 所以说这地方 大家都说的盘脚趋似 就是说这是近死的形状 所以说白的不能挡 不能挡呢 这时候有一个好手 是什么呢 扑这个 扑这个为什么说好呢 扑你给我送死的话 我一提呢 带你提 黑白旗挡住 这样你想 近杀白旗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如果你打吃 它正好可以提这个 你要想吃它 只有吃 那它提掉 就成全打结了 所以说这时候 白旗扑一个 是考验黑旗的一种手段 但由于多了 这一个力呢 黑旗有一种 有不好旗 就在这里 这里这个脚上的变化呢 非常有意思 走这呢 看上去又是送死 但实际上呢 它是非常的妙的 它有一打二还一的手段 这个旗 白旗正好粘不上 粘的话 被白的 黑旗一手就提掉了 所以黑的 白的只有提 黑的再提过来 这样又形成了 刚才的那个变化 就还是白旗要死掉 所以说 黑旗立的话呢 白的是没有办法 是只有粘上这个的 那粘上这个呢 说为什么不能夹呢 夹呢 也可以 但是这地方冲断 非常严厉 白旗就碰 不管你走什么 它就跟着你走 这将来呢 总有一个冲断 就好比 如果说你长 我就冲断 这黑旗非常惨 因为这长一 基本上是先手 这一飞下来 盯不住 这不能被飞下来的话 如果说长 长算先手的话 那你这块提 就显得非常的惨了 所以说黑的 就大概只有跳一个 然后白的拆个边 这样黑旗蒸的先手 然后在这下面挂脚 应该是很普通的鱼鳍吧 还有一个种下法呢 就是黑旗搬这个 搬这个呢 手段呢 以前呢经常的出现 大家以前研究的时候呢 说白的可以吼这个 吼这个是感觉很怪异的 一手段 因为这个子和这个子的交换 明显说是里跟外的交换 这样黑旗的头非常的硬 但是它是为了什么呢 它是为了冲断这个 冲断这个呢 黑的长 如果说黑旗长 白的沾上 黑的斑 白的拆一个 再吃掉 这样呢是形成一个 以前意义上的一个定式 在没有 大家没有仔细的研究之前 也达成了共识 就像是这样 大概差不多 但是这时候 就可以看出这一手的妙用 这时候 这两个交换 如果说下成这样的话 这两个你是不可能交换到的 但其实这样的 木术呢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说便宜呢 因为多了白旗 这个子的话 将来这黑旗搬沾这个 就变成了后手 这样白旗这脚上是静活的 你如果点一个 我一尖 你是无法吃掉我的 所以呢 我如果没有这个子 这边一点 这脚上就会形成打结火 大家这个可以看一下 因为你现在 如果你坐一个 我一打吃 就成为打结了 如果你顶 我一打吃 这样你就死了 你一沾 我一沾 这样就死掉了 所以说不能走这个 然后扩大眼味呢 是此时唯一的好奇 如果说白黑旗 尖 白得挤 然后再打吃 这一沾 这跟刚才的那个脚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时候 这两个点 黑的是无法同时下到的 所以说 这样的旗是双活 是无法杀掉白旗的 所以黑旗不能接那个 那这时候有一个好旗 又是一个送吃的好旗 这一扑 白得提 黑的再打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白的 不想打结 沾上的话 这一尖 就形成盘角曲四的形状了 所以说白的 大概是尖一个 那黑旗一提 就形成打结 打结活了 所以说这一口呢 就看出来白旗的妙用 但是呢 这一口 黑的沾 白的冲断的时候呢 后来经过研究啊 黑旗黑旗是可以冲这个 就先冲一下 有什么好处呢 看上去很俗 这一挡 这一尖 看上去把自己的气 紧了一口啊 但是 由于这脚上的特殊性啊 这白的这脚是没有活的 将来黑旗一般呢 白的如果沾上杯一点 那就 等于还是个盘角曲 就死掉了 白的像作活呢 只有火 黑的还是一点 白的一挡 黑的一粘呢 这一提 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说白的 硬要把这个团上 那这一样一扑 就形成打结了 所以如果 你想 进火的话 就是这一打吃 那黑的一吃 白的提 黑的一提 那白的想作活 就把这个打四环 一提回来 局部呢 白旗是非常妙的 可以做成进火 但是由于 这四个被先手提掉的话 那这边白旗都 全部成为了 碎裂的形状 所以说这一冲呢 是暗藏杀机的 这地方被一扳 非常严厉 那大家好 问 就是说 既然我刚才 尝你也是沾 那我冲掉一下 白旗也可以补啊 但是你补的话呢 跟刚才的木树 就有所差别了 现在如果你补的话 你大概只有沾上 这个地方 因为你走别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如果你沾上这个地方呢 将来 这个地方你是 完 你是没有 我将来一端呢 你这地方木树 是非常惨的 如果你打吃 我沾上 将来你不补的话 我这一噎的话 就里边就形成一个双活了 你是无法吃掉 黑旗这个紫 如果你补的话呢 只有这五木树 和刚才相比呢 把它沾上 这里边有九木 那就相差很多了 所以说 配它冲一下 是紫菌 很好的一个手段 因为将来这一般呢 非常严厉 如果白旗一味的 跟黑旗在外面作战 将来被一般呢 这四个很有可能就掉了 所以说 它不能强硬的作战 这个棋 所以说 现在呢 白旗现在吼这个的下反 吼了冲断的下反呢 现在是并不常见的 现在常见的是什么呢 是单拆一个 这首棋是什么意思呢 这首棋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棋啊 你不走 将来我就直接冲断你 我就要给你战斗了 如果你走呢 比如说你沾上 沾上是很常见的一个手段 然后我就脱先了 这个脚上呢 看着很危险 但是实际上 是无法吃掉白旗的 一般我就吼一个 这时候 好比以前呢 如果说没有这几个子交换的话 这一般啊 这局部就是净死啊 因为你一挡 我就一点 这是做不活的 你吼呢 我也一点 走 这样是无法做活的 所以这平常 在平常来说 这一般呢 这局部就死掉了 但是由于多了这个加 和黑机这个搬的交换 如果你现在还是搬这个的话呢 我一打吃 你想杀我就有点 这被我提呢 就形成打结了 就可以看出这一步的妙用了 所以说呢 这时候呢 你既然你不能搬呢 还有一种下法 还有一种下法是什么呢 就可以点在这 点在这呢 白旗搬 黑旗一立 等于现在白旗如果说 不想黑旗度过 那我再一搬 这几个交换 等于就把白旗弄死了 所以说白旗现在呢 可以吼这个 这是很妙的一个旗 吼这个呢 黑旗如果单纯的爬过 然后白旗团 也得粘 白旗可以顺利大逃亡的 收回去 但是黑旗呢 它也没有那么简单 它有一挤 这利用脚上的特殊性 这两边呢 它不入气 它进不去 它也下不来 所以说它只有吃掉这个 如果说你还是硬要 把这三个连上呢 这不有正好一爬过 这两个交换 就可以看出来 把白旗的气紧住了 现在白旗 想进去也是不容易了 所以说白旗不能粘 白旗就有吃 让黑旗吃 白旗提掉 这样黑旗就会先手 把这三个吃掉 这脚上呢 这个变化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将来 黑旗呢 但是现在吃这三个 因为也不便宜 本来就很厚 只是多吃了这八木旗 被白在这地方提了 也有很多的木树 所以说 把这味道都卖掉了 将来黑旗怎么走呢 黑旗一般 当白旗猴的时候啊 当白旗猴的时候啊 这时候可以打入 这种打入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刚才的那个变化 黑旗先手连回来 白旗吃的时候 如果说黑旗这地方 多一个子的话 你不走了 那如果你吃回来 吃成那样的形状的时候 吃成这样的形状的时候 让我黑旗 这一钉 或者这一钉 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这非常的厚黑旗 虽然说白旗这地方 也有手段 也有妙手 这一路一拖啊 也是很妙的一手旗 这个在我的印象里 好像范婷玥啊 跟那个朴婷环啊 是溢出过这样的局面的 但是这地方 毕竟这多了个子 这脚上呢 就面临很危险的状态 所以说 这将来 这一搬了 一打入呢 是一种这个局部的 这个好的下法 所以 算成这个瞻 这个瞻呢 就形成了一个 大家都很认可的 双方也都可以满意的 一个局面吧 白旗抢得了速度 黑旗取得了外事 那在这个瞻之前呢 黑旗也有搬这个手段 但搬这个手段呢 并不是什么好的下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搬 你想让我走 我也不走 你想将来吃我呢 你可能尝一个 可以把我这个脚吃掉 但是又尝的话 将来我这个尝是先手 为什么尝这个是先手呢 这一打 黑旗没法吃了 所以你还是往前尝 我这一冲 你自己就进去了 这一冲 你要想 沾上呢 被我一打 那我这脚上又死灰复燃了 所以你像瘦有一挤 你这个 我一打 你一沾 就看似把这边补上了 把这个盐也破了 但实际上白旗这一打 这一吼 大家可以看到 又可以活掉 所以说这一尝是先手 这一尝是先手呢 黑旗这有沾上 那这个局部的效率呢 就变得很低了 因为如果本身你走这个 沾上的话 摆得长 摆得长虽然是有点小 但也是一手棋 然后你扳 这我脱先了 因为我觉得本身这脚呢 一共呢 也就是二十几目棋 也不大 而且我走一个也无法近活 将来你黑旗如果吃的话 可以粘在这吃 这脚上是活不了的 所以如果说你搬了 往这长呢 这个效率就低了 这部棋是自损一目啊 如果你粘在这的话 这一目其实还是你的 而且这个头变硬了 所以说这部搬呢 是以前的下法 但是也被淘汰了 现在的下法都是粘 或者说虎这个 虎这个是李适时九段 先下出的 虎这个 这部棋呢 就是更具攻击性 也更具挑战性 如果说粘上呢 就很普通 因为这样粘上 也是顾全了实地 这部虎呢 是没有任何实地的 因为这脚上 基本上已经活了白旗 现在如果你想杀我 你搬 我一挡 你冲 我粘 你还是点 我还是顶 如果你跟刚才那个图比 这有个子 你现在如果还是走这个呢 我这一扑 那就不一样了 你现在就无法 你走这个 你走这个 我一吃 一提 那我这一吃 双脚吃 这样 我就白旗静火了 所以我扑的时候 你就有提 你提我一提 打 这起是没法杀白旗的 因为你打吃 我是可以提在这的 没有办法 如果你想粘上呢 我一提 你一拖 提 你一提 我一打 这样是没办法杀掉白旗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旗啊 这个脚上呢 是没有什么手段的 所以说黑旗这个虎呢 对脚上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它对这边的压力呢 就会变得很大 所以这部虎呢 就是也是一种下法吧 但多数人还是粘上的 我不得不承认 虎一个还是比较少见 然后大概就是 这个局部呢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变化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流行的这个下法 但实战呢 我们这个言归正传啊 实战啊 古力九段啊 它是没有选择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这部挂脚 它可能 就想 大家这么下呢 我也不能懂这么下 我总得发明点新的东西 然后它下了这部手脚 这部手脚呢 在以前呢 是经常见到的 现在很少下了 现在很少 基本上都是挂脚这个 所以这部手脚呢 下出来 大家也感觉 本来是很 也有很多人下 但是就现在就感觉 有点新手的感觉 然后对于这部手脚呢 那既然你不挂 那胡耀宇 那我肯定是 要把这个脚守回来的 这部手脚非常的大 所以也为什么当初 就很多人都选择 挂脚的一个原因嘛 然后摆着手脚 摆着这部手脚 也有这部帘的这个下法 这部帘呢 摆着黑的挂 摆着跳 黑的拆回来 这样是一个 就是双方 都很大模样的一个作战 那这双方都很难把握吧 然后实战呢 鼓励是选择这个手脚 这个手脚呢 就是有点打散局面的意图 就是我限制你的 然后让你把我的阵势分头 分掉 实战呢 胡耀宇也是走到这里 然后摆着 这时候呢 逼两边呢 还是有点学问的 为什么要逼这边呢 因为如果说你逼这边 我同样我是跳的话 我拆二 你肩 我跳下 这样你再逼这边呢 那你就感觉这边就 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的潜力 如果说实战呢 这样 黑的拆二 白的肩 黑的跳 摆在下面拆 这样的话就感觉明显 好像比上面的那种局面呢 要好一些 所以说这是逼这边的一个想法吧 那实战白黑棋呢 当然是选择拆二了 这时候也有选择 也有拆三的这个下法 拆三的这个下法呢 以前也有很多人都会选择 摆得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尖顶的这个下法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尖顶呢 就感觉上很俗 但是 当它俗完之后呢 它是有手段的 它是要打入你 这样呢 黑棋如果说你靠上面 那我就钉下面 你吃我已经很难 你就退一个 那我搬过 这样白棋是非常满意的 实力非常的可观 这个黑棋这五个子呢 就是没有眼味 然后非常重 黑棋这样是不满意的 黑棋呢 有一拖这个手段 拖呢 白棋搬 为什么要搬这边呢 如果说我搬这边不行吗 搬这边我可以 我可以断 你就吃 我一吃 这时候你粘上呢 被我一冲上去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你提掉 你提掉我也是冲 让你爬过 这样的话呢 黑棋就算扶一个 那白棋不便宜 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而且脚上的受伤很严重 所以说拖的时候呢 白棋是要搬这个的 那当然说好 我冲你打 我在家不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如果是时候爬呢 当然就还原了 但是它可以粘 挡 如果拐过呢 也没什么稀奇 它就要把你断了呢 但就说断了呢 为什么说可以断 我打出来呢 打出来我长 就粘 这时候看着好像白的很危险 但是白的有一妙手 可以挖这个 挖这个如果你吃 我一尝 你这两个已经跑不出去了 但是底下你想收过我是收不住的 因为我这有一个 你是收不住 你只有打外边 我粘 你一粘 我一断 这样黑棋就面临崩溃的感觉了 因为我底下我的气非常的长 你这两边你都是 气非常紧的 这一段呢 黑棋就不行了 所以呢 这黑棋直接打出来是不行的 那黑棋如果不打出来 如果打天上呢 这比一尝呢 白棋效率就比刚才那个好太多了 物数也好太多了 所以说黑棋也不能打 不能打 这时候黑棋是在想办法了 那我怎么样 我才能把这个棋打出来呢 我横向打出来 所以说黑棋在上面先借用 借用来去打 然后黑棋说我一挤 是不是 你要是粘上 那我就打出来了 这我就打出来了 如果你还是挖 我一吃 你一沾 我一沾 反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当初这靠的是什么好处了 现在如果你还是断的话 我一吃我就把你吃进去了 这就是靠这两个的好处 所以 如果这棋被打出来呢 白棋非常惨了 所以说 当你黑棋挤的时候啊 白棋长 这种长非常的大 这种非常挺拔 然后这边的潜力啊 也非常的可 就相对于这上面呢 黑棋如果说断吃 都给你吃进来了 如果你粘上 可以贴 这样白棋是活不了的 但是呢 这部断吃有它的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白棋有打这个的好手 看着好像很夸张 这被提掉 但是提掉我一打回来了 意外的发现 黑棋很难办 因为这地方白棋 你如果看上这一提 你粒的交换 那这地方其实损失 非常有限白的 那这地方 给你把头挺起来 这点是吃不消的 这白黑棋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黑棋呢 就单纯这一个局部来说的话 有一个点的好棋 为什么说点这个好棋呢 有吃不吃 如果你粘上的断死 那我没有意见 如果你粘这个 我就把这个吃回来 这样的情况呢 比刚才黑棋吃这个 被白的打回来呢 要好许多了 因为这样毕竟白棋 把脚上的实地拿住了 然后白棋呢 也不活 但是你点 白棋不会粘 为什么不会粘呢 因为将来 这打这个 有可能是黑白棋的先手 因为你不走 我可以粘在这 然后呢 我这种地方 也有可能有先手 你不走 我还是可以粘上 所以说他不着急 他就应该是单拆盖 这样就非常厚了 如果说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从这个局部来说 应该是白的还可以 因为黑棋这地方的味道呢 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黑棋呢 挤一个是不满意的 他就想更好的下法 这时候大家就发明了一个什么呢 发明了一个 恰这个的手段 恰这个手段是好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白棋还是挺 那黑的自然不会吃 黑的会单走在这里 这个刚才有什么好处呢 等于这个子换到这里 换到这里的话呢 白棋等于这地方 全是后手了 他只有粘上是先手 他只有这一个粘上是先手 那我黑棋我吃掉 这样我黑棋是不怕的 所以他这个子换到这 那自然是好很多 所以说黑棋挤在这 挤在这 大家一说 你挤在这这不是太俗了吗 被我一吃 被我一吃 如果说你打吃 那我这停起来 你这地方不就还原了吗 但不是这样 黑棋现在呢 可以把这个打出来 把这个打了 粘上 白的还是挖 因为只有挖 可以的粘 白的现在可以断 由于这期黑棋打吃没打到呢 白的可以长出来 白的可以长出来 长出来呢 如果你跳 被我白棋一提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白黑棋肯定提这个 那这个四个被打死 让黑棋立下去 这样形成一个 最早呢 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但是经过大家分析啊 看似白棋把这个四个吃掉了 但是由于这地方白棋损失非常惨重 实地上受伤的非常严重 等于你看这一半盘 我等白棋 黑棋立下之后 我这地方十 十六 十八木器 而白棋呢 这十 十一木 黑棋比白的还多了一木器 然后白的这有一个手脚 黑的这有一个手 这黑棋还多了两个子 这样白棋 虽然是厚 但是木数呢 是亏很多的 就像成这样白棋是不满意的 不满意那怎么办呢 那不能挖 那黑棋这个下法 那就大家觉得好严厉了 但不一样 白的呢 还有手段 白的可以加这个 加这个是什么呢 说你不说 我一吃 你不是就死掉了吗 你也连不回去 但不是 白的就打 白的可以弃死 可以得粘 来得提掉 你也想杀白棋 来跳一个 那黑白棋呢 这时候 不管说是立下 还是这种非座 都是可以的 这黑棋吃这个 这地方还是非常损的 因为这地方还是非常俗 你吃这个呢 并没有说特别的吃干净 将来还得收气 这地方还被打了一下 是不太满意的 所以说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这个呢 如果说我冲 冲怎么着呢 冲我就打出来 成 这样我就打出来了 这样黑棋是不行的 所以说白棋黑棋呢 加的时候就有粘上 粘上 如果说白棋粘上 那自然黑棋不说 不可能来这走这个 那至少它拐在这儿了 得起 所以白棋也不可能说粘 白的这时候就会搬 这两个就便宜了 黑的冲 白的打 如果说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 这黑的一贴啊 由于蒸子 这两边 黑白棋就无法两全了 但是由于多了这个子 和这个子的交换 你还是贴的话 我一虎 你是无法吃掉我这两个子的 你一吃 我一粘 你这无法夹住我 夹不住 如果说看成被我断一下 你这个是没法吃的 如果说你粘上 那我这个顺利一跳出 你这两块鞋都非常的重 所以呢 不能吃这个 黑棋有什么下方呢 黑棋有打吃 粘 先吃这个下方 白的跑 黑的跑 白的如果说这时候 还是吃这个 那这个跟刚才虎就不一样了 这边我拐吃 你跑 我再吃 再跑 这样你两个就跑不了了 为什么跑不了了呢 一粘 又一夹 一个 干 这样 白鞋是跑不出去的 所以呢 这时候 白的不能吃这个 白的可以吃这个 吃一下 再吃回去 这样你再吃我两个 我就不要了 我就轻 我就贴起来 将来我再伺机跑 所以呢 你不能吃 你就先拐 你拐这 这把蟹 也不能让你给包住啊 是吧 白的就搬 断打 断打的话 没什么太大的用 我就提掉 这地方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大概呢 配齐是搬这个 然后 吃一个 这样就形成一个 大型的一个变化 然后 这样子呢 应该说 也是一个两份的局面吧 这就是大概 拐三的呢 这个 都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实战黑旗选择解明的拐二 证明 胡耀宇还是觉得 拐二呢 这样 慢慢下 就是他喜欢的节奏 如果说一上来就跟鼓励硬碰硬的话 可能他觉得鼓励在这方面 有过人的天赋吧 然后实战呢 随下成成这样 这样就进入一个很平稳的状态了 嗯 实战跳 白的拆 拆一个 黑的跳 这很正常 嗯 白的这时候 他不能再回去啊 再回去的话就效率太低了 他就把这个撑起来 嗯 撑起来呢 黑旗这时候 如果说打弱 其实不便宜 白的就算跳 或者飞 在这里面 作战非常惨的 所以说胡耀宇选择这个调 因为黑旗这边的形式还是很可观的 所以说 放弃这一点实地呢 没有什么关系 白的飞 他在点脚 白的飞 这都是局部 很常见的手段 如果说你走这个 我一走 你一走 我一搬 一挡 这样就形成打结了 啊 所以他飞一个 飞一个局部呢 黑旗是无法 暂时 是无法静活的 然后 黑旗飞 白的挡 一冲 这样的局部呢 是不是静活 但是黑旗沾的时候呢 白旗也不敢杀 因为自身的这个断 非常的严厉 所以说他也不能杀 这时候呢 他撞这个 撞这个是什么意图呢 就是通过这地方的作战啊 想加强自身 然后再来杀你这个 嗯 然后黑旗虎 白旗顶 白旗 黑旗挡 白旗扳 这样黑旗不敢动墙 因为你如果动墙的话 我这一旦多了紫 我这地方就是要杀你了 这地方你就有点危险 所以说黑旗不敢动墙 白旗扳的时候呢 黑旗把这个给断了 把它打一个是次序 跳 然后黑旗肩住 做活 然后白旗把这个给断了 而下成这样呢 全球告一段了 我自认为这旗啊 我还是喜欢拿白旗 这地方的角地实地非常可观 黑旗这地方 花了两手去做活这个角的 效果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下成这样 我觉得白旗还是可以满意的 黑旗 看来这个旗 我还是不是很欣赏 效率还是不太好 我认为 反正这样 我觉得白旗全局还是很生动的 然后这时候黑旗 跳一个 那这步跳也是非常 正义的一手旗 这么说 非常的中 中庸 他既现象这边 也走后了自己 但你跳一个呢 那我白旗肯定是要把这个地方给漏掉 这是最后的一个最巨大的场 这时候 黑旗靠 这都是常见的手段 白旗 白旗也有长的下法 黑旗粘 给它拆一个 这也是很常见的 大家应该也见过 那实战呢 他选到挖 那挖呢 也是无可厚非 也是一个定式的下法 这都是一本道 白旗跳 这都是定式的下法 对吧 就是定型的非常简明 谁好呢 就谁好 所以我认为 鼓励他这样下呢 他肯定是觉得形式还不错 看着都是非常的死亡 也是非常简单 简单定型 现在这样就感觉 大家一起推推推推推 双方都非常自信 那谁好就谁好 这时候 鼓励撞影 这是白旗的权利 因为如果说 不对这边有点手段的话 那这几个子 实在是 太不好 这一点的用处都没有 因为如果说 这地方没有手段 那黑旗这一排 又厚又有木 那白旗肯定是不满意的 所以说他要装这个 装这个黑旗想动墙 肯定不行 他就立 立一个白旗长 这时候呢 黑旗肯定不能在这地方补齐 如果在这地方补呢 这上面太大了 所以这地方如果说你想拆在这呢 应该也不便宜 我觉得站在这 这地方的木数并不是很大 重要的还是中间 因为白旗并这里有断 这地方也有断 所以说黑旗并不是特别厚 实际上他选择了这个 白旗扒 一条 这也是大家可以借鉴的 放弃边控一点 然后把中间的护住 白旗托 还去 还去站 像成这样的高于段落 大概呢 可以看一下 判断一下形式 现在呢 这地方 16 19 29 30 40 50 大概55目 黑在这块 这块鞋呢 大概是8目的样子 63 这块12 75目 黑的现在全盘75目 白的呢 10 12 22 23 25 7 8 3 3 4 5 10 60目 现在白旗呢 前盘大概65目 所以说胜负的焦点呢 就落在了这一档的上面 这一档 如果说把黑旗这一次吃掉的话呢 那这旗 白旗肯定就还不错了 如果说黑旗顺利活出呢 那黑旗呢 就不会怕 你一挡我肯定是二子头一般 是不会亏的 一跳 一爬 沾 这时候呢 黑旗选择了这部断 这部断的用意是什么呢 要先看你走什么 如果说你走这个呢 它是有一个好旗的 这部飞 或者这部拐 因为你这一断了之后呢 如果这地方有子了呢 我这一冲出来 你这个就裂了 如果说我先断你先吃的话呢 我一跑啊 你这个旗 也是不好弄的 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先看你走什么 然后这时候断的时候呢 鼓励这一斑啊 是不怎么说 胜负手也好 是问英手也好 这部斑的时候 我觉得黑旗这时候呢 只有把这个藏出来 这旗是没有 没有第二种选择的 这种反击的时候 是必然要反击的 实战这旗 这不长 这挡住 我觉得等于认输 也没有什么 这肯定必须要长出来 如果说你怕白旗长的话 这边真看不见了 先把这边拿下 你这边你想吃掉 全部吃掉黑旗 还是要花功夫的 这旗能吃掉不吃掉 要是黑旗活出的话 那黑旗就赢了 直接就赢了 这是实战这一挡的话 我觉得无意认输了 只有反击这旗 胡耀宇当时的心态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就挡住这个 这被白旗一跳 我想他是没有看见什么 这拐的时候啊 他没有看见鼓励这一手 这一步的妙手 这是一步妙手 为什么说这妙呢 如果说当初你直接加倍黑旗拐 你如果还是走这的话 这被一扳啊 你这个旗行是动弹不得的 这地方气紧了 这一扳过 是盯不住的 现在扳自然是扳不到了 这被黑旗就长一个先手 就沾上了 这就走不到了 所以呢 他先扳了 先扳就考验一下黑旗 这时候黑旗不反击 真的是错失了一个机会 我觉得 实战这步挡啊 真是有点可惜 他肯定是 没有注意鼓励这一步狗的好骑 这狗一出啊 顿时 这个旗就倾向了鼓励 就是说这一狗 他就有点乱了 他就走这个 他企图在底下做活 白旗顶一个 又是一步杀招 顶上黑旗就有长 白旗一并 这底下是可以做活的 但是做活的非常苦 如果说你尖一个 我粘上 你再尖一个 我再粘上 然后再粘上 这样这局部是活的 但是这边一加呢 这地方是下不来了 因为这地方都是先手 这地方都是先手 对于这块旗都是先手 所以这地方做活 是不能取的 然后实战呢 黑旗是选择了弃子 这弃子下的时候 肯定是很爽 但是呢 下完之后 我们判断它的形式之后 发现 这样告一段落了 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形式 跟刚才相比呢 黑旗还是55 63 73 775 76 778 79 大概80目左右 白的这块旗还是40 45 55 65 66 76 68 66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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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白的有80目要多了 所以说下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旗 我们当时跟我们当时的判断呢 是差不多的 因为如果说白旗挡下来 把这黑旗这个地方吃掉的话呢 那全局肯定对于白旗呢 是有利了 所以说 对于这部挡啊 我想活跃宇 现在可能还是在后悔 接着 这部挡子真的是 错失了很好的机会 嗯 下成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白旗取得优势 黑旗压 白旗退 黑旗把这个打下来 白旗飞 白旗只要顺利把这块旗做火的话 应该就是还可以了 白旗的时候黑旗只有牵出 摆得顺利连回 黑旗粘上 摆在尖 这也不放过黑旗啊 因为尖 它不会亏 它就算让你连过的话 它总是便宜的 然后黑旗呢 这时候靠 贴 把它长 冲 这时候黑旗没有断 因为断的话 这边一顶啊 就顶进去了 不能断 不能断呢 它就尖这个 倒 这时候再断 再断 为什么这时候白旗不顶了呢 因为这地方呢 黑旗有一冲 这地方想杀黑旗 又有问题 你挡呢 哎 挡 这猴呢 是没有办法杀掉黑旗的 所以呢 这时候它就没有顶 它就不顶了 既然你这地方已经死了呢 我就贴一个 长 我就把这个做活 然后黑旗呢 这时候黑旗 我这一家 它现在没有冲 它是到哪打了个僵 它在这打了个僵 它就看来已经进入独秒了 走 管 针 这时候黑旗看 这边有连回 这地方有连回 它就不走了 它就把这个尖住 尖住呢 白旗等于说 你既然你这个不走了 那我 它就从哪了 四十二 它就打了个僵啊 这地方问了个鹰手 这问鹰手啊 确实也不好对付 然后黑旗 看不清 又打一个僵 并在这儿 暂时这里边是没有什么旗的 全部扛住了 然后白旗呢 把这个连上 那把这个连上的黑旗自然也得连这个呀 这也得连 然后 白旗好像又去打了一个僵 没有 白旗坚硬 这是白旗的权利 黑旗坚 白旗粘上 黑旗利 就如果不走的话 被黑旗一靠 白旗是不行的 白旗挡 一靠 护住 所以 断 顶住 白旗把这个度过 这个度过非常大 而且很厚 像这样呢 大概就 可以快点目了 实战呢 黑旗 又去打僵 黑的这时候应该已经就有独秒阶段了 半战 非常大 而且非常的厚 鼓励这一旗当时肯定基本上 怎么说已经看清了吧 因为这时候其实 变化不是很多了 对于这种高手来说 应该已经看得很轻了 好 这不靠呢 是引针 它也没什么 这黑旗走一个呢 也没什么旗 如果你补在这边呢 那这地方就是有点问题了 这地方被我拐 冲打打 先手挡住 它实在是走这个 走这个也是不好气 白的冲 再挡 再挡 再退 白的一吃 这样基本上呢 就可以快点目了 像是这样的状态 肯定还是白旗赢了 因为我跟我们刚才判断 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黑旗利 利现在白旗是可以拖先了的 白旗断影 断影黑旗不能动墙 如果在这边硬的话 这地方蒸子就出问题了 这一打一打 打子了 黑旗吃 然后白旗扳 这扳黑旗是不用走的 黑旗挤 白旗这时候肯定已经看清了 黑旗肯定是不会输出去了 然后 提 这几步都是可以看出来 黑旗已经进入了独秒 它这时候 它的关子是非常惨的 9293 这时候走什么地方 扶了一个 扶也是全力 冲 然后 这点了一个 点一个也没什么太大的用 斩上 没什么旗 这也就是 这个权利 58 809 210 这样呢 就这盘旗呢 就下完了 大概这样的样子 我判断了一下 大概是盘面 四到五目的一个状态 黑旗是不够的 这个 我们 这盘旗呢 双方旗鼓励呢 下得非常的精彩 自从 从这地方开始之后 这一个妙手啊 就决定了 这盘旗的胜局 开局呢 双方应该是 下得非常的平稳 也是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主要还是看 这地方胜负的一个状态 这黑旗这部班啊 措施一个良机 如果长的话 我觉得 国耀宇 可能说不定 这旗还要略占一些优势 因为我觉得 从这地方开始 白旗这样过来 被黑旗这样过来 坚冲 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黑旗呢 是应该可以满意的 因为白的 只能说是 就这地方一挡啊 就最后 拼命的一个手段 如果黑旗下证券呢 我觉得黑旗还是可以躲过去 实际上这被 白旗一挡 就把这地方吃掉了 那黑旗损失还是很多的 后来这吃掉之后呢 黑旗并然打下去 黑的白旗呢 从这边飞 这个一系列的定型呢 非常简明 后来呢 让黑旗该围的呢 他也都围上了 然后 但是白旗还是取得优势 然后到最后保持住了 这盘旗 鼓励了 下来还是非常精彩 胡耀宇呢 这步棋 没有抓住机会呢 也表示一点可惜吧 其他的时候呢 胡耀宇其实下的也非常的好 这份棋呢 开始这个中国流的变化 大家能学习到 还有这地方的拆三呢 我觉得还是 应该是比较有用的吧 至少对对局的时候 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帮助 这盘旗大概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